源於哈爾濱的李家小館 火爆東北三省 三年內開了100間分店 終於開到深圳的卓越會了 一起來感受一下東北菜文化 看片前請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K4加藍 要來到卓越會商場 只需要在福田口岸搭4號線 去到上梅林站A出口下車 全程15分鐘 A出口下車後 直接到達卓越會購物中心 可以直接搭電梯上到六樓 出來之後轉去右手邊直行 很快就會見到 提多一次大家 這裡是卓越會 因為有很多卓越中心 卓越In Town 如果你去錯了卓越中心 都不要緊 因為都有這間店 我們今天要去的店 就是這間 叫做李小鹿 吃東北菜 在卓越中心那間分店 長期都是爆滿人要排隊的 所以這次介紹大家 來到卓越會的新分店 剛剛開張的 門口有一個夾公仔機 原來是大眾點名收藏 有兩個幣可以夾公仔 或者掃描他的微信關注號 都可以有兩個幣可以夾 小朋友 小朋友夾 他夾中 就是有一個 李小鹿的雪人公仔 或者他有些冰糖胡佬在這裡 不知道是不是禮物來的 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有美國青豆 有些薄荷糖 跟著就有些 脫屎果仁 挺有趣的 送啤酒 排隊的顧客 就有檸檬水 在卓越中心那間 真的排滿了隊的門口 不宜 有個雪人在這裡 來了就是東北人 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東北菜之前那一陣子 是很受歡迎 說是一個哈爾濱菜 香港人比較陌生 我這次就介紹給大家看 這間叫做李小鹿 之前都有介紹過東北菜 但那間是比較加上菜 這間就是大型的連鎖店 最有名的就是燉菜 一個鐵鍋燉菜 這張桌上也有一個雪人在這裡 應該是一盞泵 雪人泵 坐下之後 掃二維碼進去點餐 這裡其中一個 很多人排隊的原因 是因為這裡吃東西很便宜 你點一個燉菜 一大鍋 有配菜 只需要一百五十多元 已經夠二至三人吃 我今天的任務 是用三百元 點到一台菜 介紹給大家 三百元又可以點到什麼呢 你們就看看 最重要的是我看到羊肉串 我想吃 還有試一些東北小吃 我沒吃過的東西 介紹多一些特別的菜式給你們 但請你們包容 我可能介紹得不太好 因為東北菜都比較陌生 大家好我是Miu 在開始吃東北菜之前 給大家看看 有一個東北的特產 名菜小豬蓋皮 在還沒丟進去之前 我就想拍照 因為我怕弄壞了 它拿出來 原本就是凍冰冰 是生的麵團去做的 要把它倒進鐵鍋裡 大家可以看我的表演 大家明顯看到 是成功了 它一直滾 很漂亮 這個叫做小綠蓋皮 很有耳口 是一個複字 我也做得很好 這個複字 這裡的裝修 那個鐵鍋 不會超大 大小 是給你兩個人吃 都剛剛好 就不會太大鍋 要整家人 才吃得完 那種 今天點了的菜 是不多 剛剛好 二人份量 這個是最有趣 東北一些特色小吃 裡面看到有些 豬肝 另外這個 也要靠觀眾去解答我 因為他們說普通話 他說這個是豬 糟了 已經忘記了 豬生油 我說豬生油 還有就是豬 不知道 忘記了豬什麼 點關油 一位店員說 豬關油 一位就說 豬生油 我就不知道是什麼 有人說是豬油渣 豬油渣 豬油渣 那樣 我演繹出來 更加是 噁噁 那我就試一下 什麼味 好脆 真的像豬油渣 其實 好吃 泰國炸豬皮 那些很硬 這個咬下去 是外脆 內緣 好像心是空心 那些是什麼 這是什麼 一定是豬雜 我就不知道是什麼 難道是豬氣管 留給觀眾回答我 這個就是豬癮 謝謝 為什麼炸到這樣呢 有一次吃炸豬汁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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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葬些 因為煮了太久 是應該是很顏硬的 很老的 為什麼可以炸到這個形態 是豬癮的味道 但是 這麼好 只是形容不到 firmware 真的是很香 好像小吃 可以像薯片一樣 感じ 滴牙 真的很好吃 豬心還是豬腰 這個皮膚 總之就是豬雜 另外 會分享烈蒜頭 所以ader 真的很好吃 炸穿頭 這個推介 喜歡的特色一點 特別一點 因為今天不喝啤酒 我喝龍夫山泉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喝龍夫山泉 以前傻仔 以前不會經常回深圳 我是在天貓 天貓超市 桃一箱龍夫山泉在香港 除了酒之外 我就只是喝水 或者現在深圳我會喝多了 手帶檸檬茶 我也很喜歡 那麼多菜加起來 其實是300元左右 兩個人的消費一點都不貴 而且它全部分店都開在一些大的商場裡面 夏天適合了 有冷氣 另外這個羊肉串 5串 22.8 我試一試 用鐵串著 小小辣 適合我吃 OK 就是這個 半肥瘦 因為有些羊肉串是一塊肥肉 一塊超瘦的肉 再一塊超肥的肉 我就不喜歡吃那種 這個OK 適合我們口味的 22元5串 OK 但是就不是說好味道要結尾十次那種 因為我覺得不夠酥 我喜歡超級酥 特色皮凍拼紅腸 28元 紅腸就不是我們燒尾檔那種紅腸 它這裡都是好像一些臘腸 好像一個臘腸 但是它又不是的 它是香腸 香腸 我試一試 它還說要一口香腸 再加這個特色皮凍 是什麼 我剛才看呢 像大菜糕的 因為我要吃了才知道 吃得很噁 好可愛 什麼 有一點點豬肉味 但是它又不是整個肥膏那種 它是做出來然後再割開一條條 沒有什麼味的 吃不出是什麼味 我先問人 請問這個果凍是什麼 皮凍是什麼 豬肥以後做 它就說是豬肉 應該是煮湯 煮湯之後凝固了 然後切開做出來 東北菜 我們香港人不熟 一定要問清楚 我還要介紹給你們 是不是 這次的甜品 我選了一個東北凍鯉 其實他們都很流行吃一些糯米糍 一些粉糰 上面加一些沙房 在上面 因為我最近吃得很飽 我不想吃那個 我想吃清一點 所以選了一個東北凍鯉 有時候要拿來做飲品 也有時候拿來做冰糖胡佬 都會用這個凍鯉 很大個 試試看 好冷 真的好冷 好吃 尤其是夏天 它加上北瘦鋼豆 很夠冷 很冰 果仁菠菜 又要點菜吃 它有果仁在 在旁邊 就是花生 有果仁碎 混合一個涼拌的菠菜 又是貼兜裝 夏天 很強烈的醋味 他們很喜歡加很多醋 麻油 很香 不辣的 我也吃到 我們先試這個鍋 東北鐵鍋燉菜 粟米切了邊 很細心 我先試一試它 這個是東北的家常菜 很多時候都是燉排骨 燉雞 我都是最近才知道的 其實我最近才第一次吃東北菜 現在就好像知道很多東西 觀眾不來吃都不要緊 大家一起學一下 學一下中國不同的菜式 它的粟米好像特別好吃 特別小粒好吃 不是平時那種普通鮮熟米 普通鮮熟米 它吃起來有點像泡谷那種 是煙煙韌韌的 好可愛 不知道這個叫什麼熟米 難怪上次嘉南吃完整個 它很煙韌 又沒去到泡谷那樣熟 熟米 好吃 熟米好棒 這個鍋可以再加不同的配菜 但是我沒有加 夠吃了我覺得 裡面也有熟米 薯仔 南瓜 還有那個油豆角 已經很大條 真的很長 這麼長 然後叫了不辣 薯仔和南瓜 全部入味 其實你兩個人來這裡 我現在試完了 我先試排骨 排骨 是瘦的 但是也是軟的 這裡這麼多菜 一定要叫這個鐵鍋燉菜 然後就推介你叫這個小吃 豬餐油 東北靠三養 這個真的很好吃 吃不完我都會打包 這個做小吃 大家記得了 這一間的東北菜 叫做李小六 東北鐵鍋燉 但重點評可以看到最新優惠 還有來到收藏打卡 有兩個金幣去夾公仔 臨走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K4加藍 拜拜